今天在台湾新冠肺炎本土病例新增加一列 今天中华官同样是没人较近 今天对住以风霞和以后以风霞的总控 中华官也正在海英文中心 今天要联系记者会 我们现在就来关心记者会的内容 我们今天中华官同样还是加龄 所以累计确诊数维持在271人 近五日的核酸检验的阳性率是在0.02 核酸检验阳性率是在0.23 虽然加龄但是你看 我们已经完成筛减数PCI 1万9261 2天就破12万 但我们现在加了一个叫做 居家抗原快筛的人数也有1203人 居家抗原快筛率的阳性率是在0 居家隔离人数有到11人 累计居家隔离人数是在3158人 平均每位确诊者的居家隔离人数 还是维持在12人 那因为加龄也没有足迹 后来开始给大家报告 我们最新的接种率 我们五十岁以上 四十八万四千六百五十四人 接种有三十万六千七百六十九人 那接种率有到63.3% 那五十岁到六十四岁这一战 有二十六万九千一百四十四人 那接种的是十四万六百八十八人 维持在52.27 因为这一战我们刚刚稍微失点 但是二十五号开始又有开始的数字 那六十五岁以上有二十一万五千五百一十人 那已经接种十六万六千零八十一人 所以我们六十五岁这一战已经到七十七点零六了 已经有符合标准了 来高端后来又加开了二十岁到三十五岁 所以大概你只要有预约到 有预约大概应该都有通知了 好第一批会给我们在八月二十号 给了两万八千八百四十一剂 第二批也就在八月二十五号 明天会再给我们九千三百六十剂 所以以上总共有三万八千两百零剂 那目前完全完成预约的有三万三千三百零一 那预约会到今天下午的六点来截止 那我们会预计在八月二十五号 也就是明天开始来接种 你看局长多厉害的 算算的刚才这一天 你也预约了 差不多明天才就开始带你住了 我们会一直到二十八号 那我们在八月二十五号